在二十多年前 接手刚刚完成的高屏西协章桥时 对于屏东公务段以往的经验来说 是崭新而陌生的 就像是一位新手父亲 在当了爸爸之后才真正开始学习 岁月耗损了桥梁 也增长了管养经验 这是所有参与人员战战兢兢点滴累积出来的 国道的品质向来是最高标准 更何况初接管的当下又是一座新桥梁 在安全上是无庸置疑的 但也因为学章刚懒的关系 还是会有不同以往的技术等着我们去开发学习 但其实这就是屏东公务段从摸索到熟悉的珍贵经验 台湾一共有3万多座桥梁 高平溪协装桥桥是少数一直不间断在做监测的 2015年的苏迪勒台风风速到达每秒48公尺 多年来负责监测的台湾整合防灾公司 也一度担心因震动产生大震浮 导致桥梁偏移 2016年0206美农大地震6.6级 2022年9月17日台东大地震平东约5级弱 也就是因为多年来的监测以及评估显示 让团队知道是1999年竣工之后的维护管理成效良好 做了12年之后 那有些地方因为像钢索这地方 它是属于一种有套管套起来的 那里面看不太到 那高工局这部分后来就再发包一个案子 做一个总体检 就是针对这个桥的这个栏锁或是其他的重要结构 但是我们值得蛮值得欣慰就是 我们原来这12年做出来的数据成果 跟德国人他们来做的数据成果 事实上误差没有超过2% 这显示我们这12年的努力 还是都可以跟国际的成果接轨 因为每一座特殊桥都 它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我们这一套协商钢染系统是从德国引进的 那当初施工的德国人也都回去了 那国内呢 这一个工部门的机制就是 新工归新工 养护归养护 新工交给养护单位以后呢 它又要去别的地方 开发我们国家的重大的公共工程 那就交给我们这个养护单位来传承 那还好高工局跟国道新政工程局 也就是学章桥 高平均学章桥的催生者 后来这两个单位都并为一 那我们事工的界面呢 那就变得很少了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再一起来讨论 那其实高工局也非常重视这座桥 尤其在赵局长非常重视的情况下 那又有两个部位已经整合了 原设计者也可以表辞一点意见 那新工者也可以有一些建议当年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养护者呢 就减少很多那些摸索的路 高工局最高 亚洲最大跨境 世界排名第二 高平坏协章桥 在身份上有着许多殊胜头衔 也因为高于大多数桥梁 一般检测的维修设备并不容易到达 这座桥在馆养上最大的瓶颈 是斜张钢缆 团队一路摸索 寻找适合的厂商 但其实 早期国内业界并无相关经验 屏东公务段几经波折 终于找到德国原厂 在与国际厂商的合作这方面 高工局已然跳脱旧有模式 为国内桥梁的维护管理 开启了一扇门 德国厂商来了 整个技术就带进来了 所以在特殊钢缆的部分 我们确实是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之所以引进原厂来做总体检的契机 是因为南方澳大桥事件 让团队有所警惕 在事件发生之前 本局赵局长便有了先见之名 于是派任屏东段段长 前往美国加州做相关考察 高屏锡协张桥的总体检技术 是全台首创 这部分的经验对于工部门桥梁单位来说 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钢缆线的这一个构造 在我们国内来讲算是最为一个 指标性的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桥梁结构系统 那所以说我们再接到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案子过去确实没有真正 以这样子的一个总体检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些 协张钢缆线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检视 实际上我们透过这一次的 五大的这样子一个创新的手法 这一次呢 都全部的去把它 透过这样子的一些 拆开检视 甚至呢 透过一些比较先进的 这样子的一个仪器的部分呢 来去把它做这样的一个观察 因为它的垮度很大 而且它桥塔很高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维护的时候 施光人员它不易到达 而且它危险性相当的高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 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维修平台车 那这个部分呢 可以克服这个大垮度的 这个维修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有 设置了一个桥塔的升降厅 让我们可以到非常高的地方呢 去做这个维护的作业 那既然能够结合机器人 又能够结合这种 比较精密的照相技术 那将来这东西就只归档 那每做一次就归档一次 甚至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它那个 有没有裂化 持续裂化 它的这个裂 因为同一个位置的裂缝 它有没有在涨 不是只有我们混音图有裂 HDPE也会 而且现在的技术又比以前好 输入此类的问题 我觉得都可以留下这个档案 然后局里面就可以去思考说 换或者是修 全台唯一检测平台车 取代了庞大施工价 环氧人员 以及简单的工具 便可以快速简便地完成维护作业 减少大量桥梁检测车消耗 以及主线胶围等社会成本 如此一来 可节省约24公升柴油 少于约66.7公斤的碳排放量 同时也减少了对桥下高频溪水中生态的干扰 一般的河川桥会落好几吨 协张桥的原理就是减少使用桥吨 这是非常环保的概念 如此一来就不用花费太多资源去管理维护 我们维护桥梁 也爱护生态 在109年高工局与林务局签署 国土生态保育绿色网络合作协议 109年至111年高工局推动 国道绿色基盘建构 即环境富裕计划 寒瓜高频溪高滩地草销关注议题 列为重点保育轴带范围 93至94年 桥塔上的自动监视系统 也记录到有准利用桥塔作为存放食物的地点 我们也注意到 必须要减低大型照明 让有准及炒销不受影响 屏东携张桥呢 对在我们的国家基础监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钢染是有做自动化监测的 这一次有特别有一个部分就是做阳气实验 对于我们的钢染的一个强度 我们去检测看看跟自动化监测的强度 是不是相一致 结果我们验证出来它的强度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这样的部分可以提供我们未来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 就是自动化监测的一个数据 能给我们提供说 这个桥梁是不是会有一些略化或损坏的一个部分 所以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参考价值 那对于屏东段这一次特别引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总体检部分 在国内算是第一次的 那这个部分我也谢谢屏东段的一个同仁 跟我们所属的一个团队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给予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我想这个对我们国内各个协张桥呢 对于那个钢染桥的这些部分呢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价值 那桥塔专我们选择的是绳索作业 也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蜘蛛人 它主要的工作内容是针对MI 就持肉感应器的这个滑轮的一个安装作业 一座大于20岁的协张桥 需要多久做一次鉴检呢 其实我们日常围管的保固是足够的 除非有天灾 其他巨型灾害 或是高速公路局有疑虑的时候 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做适当的检测 负责的厂商会在这次总体检之后 编制维修手册予以高工局敬意参考 经历过这些相关的事情 这些数据都还蛮宝贵的 都可以给后续的或是其他单位的人 来做一个参考 很多新的科技就因为此而产生 这个总体检不会是只有这一次 当然不会 会其实以前我们一直讲20年 才第一次总体检那个是有点因为很久没有突破 其实这个技术如果突破了 两年三年滚动检讨就一直加速 变成市场上所有的厂商都会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交流检测机析 高耸的协张桥 仿佛是一座助力在高平溪的前哨站 提醒您 从这里开始将正式进入不同凡响的感官之旅 诸多的第一与创新 都是为了让用路人有美好安全的体验 因此我们必定竭尽所能 护他周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